注意 保姆會影響你小孩的行為發展 我兒子三歲之後去巷幼稷園 在幼稷園有碰到一個好朋友 當那個小孩就是0到3歲的時候 完全是個保姆站 你就發現 第一 他的遺言能力發展得非常的不好 但是你知道現在這個非常棒 這個禮拜的菜單是什麼 他會幫我開 不過我小孩從來不吃這些東西 做到我兒子現在什麼都吃 好棒 如果是傳統保姆站就要 看看他家到底是嗎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當血液的養分攻擊給全身的器官 都不夠的情況之下 他是絕對不會送給頭髮的 頭髮是最後流氓 你養那麼多 那是你雄性激素好不好 那是可以雄性 所以他很多重原因 所以其實重蠟跟重鹹 影響了身體裡面的代謝 因為你的重鹹重蠟造成血液成分的改變 所以身體必須花很多的時間把血液淨化 那這時候就顧不到頭髮了 真的齁 因為他腎臟馬上要啟動 把很多的鹽分拿掉 把很多的東西要拿掉 亂七八糟的東西要拿掉 可是有些女孩子那個有沒有 手很 爭啊 就會這樣捲 那就是後天失調 就是你把它搞壞掉 這樣會不好 會 因為你一直弄一直弄 它外層那一層那個皮質層 被你弄掉 被弄掉了 對 那不然就乾脆你這個臉沒事 就在那邊戳戳戳戳戳戳 我看你這個臉不紅也奇怪 對不對 還有你的手經常都摸 那這個也不能刮頭髮 可能多髮型 是不是會喜歡把你刮頭 刮頭髮真的很賣 很赤 毛齡片的煸曲 欸而且他是刮到 time perfect 他就會一直下刮一直這樣刮 真的 像以路剛剛教說外層有一層毛齡片 毛齡片其實最外層還有一層油脂 那你如果把油脂拿掉毛齡片 就非常容易受傷 對啊因為一的時候伸到 他們都好開心 跟刮過樂一樣 因為刮完頭髮比較蓬鬆的 那這個曬太陽蛋就跟這個過度催染是一樣 曬了太陽之後 它的紫外線讓你的髮質變糟 對啊 因為它會傷害你的那個頭髮的外層 紫外線很傷的 而且有時候它不只是傷害你頭髮的外層 有的時候它連頭皮都會整個曬起來 它講的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一通外形的時候會超痛 對 它講得對 它給撕下一整片 哎呀 不過既然啊 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用什麼樣的偏方也好 來把這頭髮再救回來 我相信你們應該很有經驗才對 考試 看看你們的偏方到底是對還是錯 好不好 三位加油 來 可來 第一題請問 蛋黃呢 富含氨基酸抹在頭皮上 可修復分岔斷裂的頭髮 丟錯 請搶答 一路 過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對了 耶 好 下一題請問 洗髮後呢 在髮尾塗抹少許的橄欖油 可減少分岔 對 或錯 請搶答 浩然姐先的 應該對吧 是的 對啊 橄欖油 對 恭喜你答對了 你們的這個動作 讓浩然姐突然覺得它是對的 來 下一題 下一題 用啤酒洗頭髮可改善頭髮乾色毛皂 對 或錯 請搶答 紅糖 錯 這裡 對 恭喜你答對了 好 最後一題請問 頭髮容易毛皂斷裂的人 可以吃黑芝麻來滋潤修法 對 或錯 請搶答 對 恭喜你答對了 好 季晨宣度一下 這兩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這兩個階段呢 三位是同分 都是三分的三位 要一起喝我們的杏仁菠菜 這麼巧 有上次來也是同分 你來喝吧 有菜味 它是菠菜啊 有菜味有什麼不好 還OK 它的杏仁的味道應該還可以吧 顯然妳平常不太喝蔬菠菜吃 很淡 那它一小口就好 紅糖喝完啦 不是說要喝完嗎 沒有啦 我喝完了 這樣做我能夠改善頭髮毛皂的分岔 可以嗎 蛋黃富含胺基酸 抹在頭皮上可以修復分岔斷裂 這有用的想法嗎 我們來問問看雨露這一題 她答對了 因為我覺得應該這樣抹在頭髮上 不是抹在頭皮上 頭髮上 對 蛋黃 對 我就抹過 而且我也度一下子失控 太熱了 蛋黃就黏在上面 所以派老師其實有用嘛 其實很多東西都應該要吃進來才有用 其實老師我聽過一個秘方 就是DIY的一個護髮 就是加香蕉 然後香蕉橄橄欖油還有一個維他命E 就是維他命膠囊那種維他命E 然後把它就是擠一擠然後黏一黏狗頭髮 欸護髮很有用耶 妳有試過嗎 我試過 不用妳就是用橄欖油就可以了 真的嗎 用那麼多 因為橄欖油那一題我們是對的 對啊洗髮後這個頭髮抹點橄欖油 你搞太多了 所以不用香蕉油 橄欖油啦或是棕櫚油啦 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椰子油啦 他們都會拿來抹 椰子油也很好 任何的橄欖油都可以嗎 應該都可以都沒有問題 啤酒洗頭髮 我有看過人家 這邊有人用啤酒洗過頭髮嗎 沒有耶 真的嗎 我有聽過人家要染頭髮之前 先用啤酒洗頭髮 頭髮會脆色 我有聽過 脆色 對 我不曉得有這種什麼潘老師 一般來講我們的這個啤酒裡面 還有很少量的酒精 對 它對於那個色素的溶解性會比較好 就要把肉 因為白開水要溶解色素能力不夠 要用一點酒精才有辦法 確實是可以推 但是它絕對不可能讓你的 這個 改善你的頭髮 不行不行 但反而會更乾燥 因為它會去油 因為它的酒精可以去油 對 所以說你來看 就是頭髮容易乾燥斷裂的人 可使用黑芝麻 來滋潤秀髮 黑芝麻是好的 對 黑芝麻自古以來都是 對頭髮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黑芝麻它特別有它的油脂成分 對 它有很多的礦物質 頭髮所需要的礦物質都在裡面 而且很妙喔 像那個 我看過的那種年紀比較大的 那個老人家 他本來頭髮是白的 他就是每天的 因為黑芝麻補血 所以他們就習慣性 啊我喝一碗芝麻糊 芝麻糊 就喝著喝著喝著 欸頭髮就黑了 有有些人知道 有耶 我媽媽就是這樣 她很愛喝黑芝麻 她現在已經快70了 頭髮都還是黑的 那當然 再來要講到這個食物裡面呢 我們當然也有所謂的這個 對毛罩開剎 分剎的這個好食物 蛋白質 蛋啊 魚類啊 瘦豬肉 牛肉 牛奶 這些是可以吃的 蛋白質 是好的蛋白質 頭髮裡面有蛋白質 整根都是蛋白質 整根都是蛋白質 對 整根都是蛋白質 還有一些礦物質 欸有人 那有沒有可能人家代謝比較好 頭髮長得比較快 有 有的人長得比較快 有的人長得比較慢 我的頭髮長很快 比如說我的代謝比較好的人 是會頭髮長得比較快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它跟遺傳也有關係 遺傳 跟遺傳也有關係 這兩個是真討厭 遺傳 抱歉 這好快喔 然後再來維生素1 芝麻 杏仁 然後核桃仁 腰果 腰果 為什麼它是對你的頭髮真的很好 因為維生素1是一個 油脂層的一個抗氧化劑 所以我們在 就是頭髮剛剛講 表層是油脂嘛 對 所以它在油脂層 如果有抗氧化劑 保護得更好 而且維生素1本身也可以 讓血液循環比較好一點 讓末梢血液循環比較好 所以頭髮的這個 頭皮的血液循環會好一些 對 維生素C不是 美白嗎 美白嗎 鹽單又好吃 媽媽在家就可以 新手做的堅果香蕉捲 吃了保證讚不絕口 拿平均 你今天就鋪上來啦 直接鋪上來啊 對 哇 這媽媽在家裡面做都很簡單 哇 這個綠色 配色都好美喔 它整個 火面是很漂亮 好香喔 真的很特別的味道 好妙喔 它的香氣像感覺很舒服 它香蕉跟這個 它的這堅果很搭 對啊 是